一棟房如巨大基地 住宅兼商場大廈的中野百老匯 于1980年由谷底翻新 一样化为动漫似文化圣地 揚名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造成了这个地方的形象 同时在JL中央线车站北口的中野Sun Plaza 一楼至四楼设有2000个座位的音乐厅 Morning娘, Momokuro, Maidatsuko, Idlemaster 等等二次元和三次元的Idle 食日又唱又跳 和Otaku用为一体 不信息于以女博为基地的秋叶园 次文化圣地的中野 走另一条路线分道扬彪 《追深日本》今集为你介绍 来新宿只有三个火车站 踏最由中央线只需要五分钟车程的中野 没有车站上过的商场 游客们不会留在车站里 日落尺直到北口商店街和中野百路会商场 还有,你有没有发觉中野以西的中央线 好像北海道长30公里的战律公路一样 直到令人心寒? 和ave时计成长 由Jayous中央线中野站北口 穿过200米的商店街 将时器推到顶点走到尽头 结界的另一面就是次文化圣地 在中野百老汇入口 已经有一家名店 曼达勒奇镇守住 简单来说 这里就是曼达勒奇王国 中野百老汇相信不少人已经认识 也知道是开门动漫次文化店铺的商场 不过这栋大厦当初不是走次文化的路线 日本的动画在海外大受欢迎 例如由80年代的龙珠 至2021年大亿的鬼灭之人 现在日本ACG里面 漫画最溃席人口 由小学生去到上班一族 男女老友都看漫画 就连当年失落的龙珠俊 都是靠漫画风之谷翻身 重回动画界成为慈名的世界动画大师 漫画作品里面 尤其触目的就会获挑选和出資 拍成动画甚至剧场版 中野百老汇在1980年已经碎落不堪 这座大厦不完善的管理模式 反而制造了他翻身的良机 一间卖二手漫画的书店 曼达勒奇 在二楼一个角落开了第一间店铺 店铺的面积只有八平方米 比起以前集火店隐蔽的儿童街机角落更加窄 真是不知道可以放几多本漫画 小小的漫画书店 乘着漫画文化的热潮 在大厦里面不断增开分店 扩张势力 在1987年成立珠色会社 即是由个人经营主为法人 2012年单单在大厦里面 已开了23间分店 去到2022年更增加至30间 希西宇雄 大厦里面的铺位有320个 即是有10%都是曼达勒奇的分店 话许有一天中野百老汇 会变成曼达勒奇宝塔 新的漫画在书店里面已定价发售 根本难以和其他铺有作差异化的余地 曼达勒奇创办人之一的古川益三 是一个漫画家 出道之作《野风雷》 曾经刊登在漫画杂志《加罗》 还记得高潮流未知小时候 就看过《加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古川只是靠漫画 不能够维生 他还做兼职在深夜 为伸宿的夜总会拉客 时薪只有200日圆 在他30岁的时候 即1980年 他有份打理在中野百老汇的二手漫画店里面 每日的营业额超过1万日圆 书店获得成功 古川决定以书店为正职经营下去 去买新的漫画作品 根本无法差异化 古川的二手书店 就有当时创新的路线 二手漫画在1980年代 简直没什么价值 他在神田的二手书市集里面摆档 漫画档只可以在暗角里面摆卖 但古川在没有发展完善的市场里面 自己为罕有的作品和原稿 甚至亲笔签名的色字等等 因应罕有程度和人气等等的元素去设定价格 习惯了定价制度的日本人 对古川的做法不满 甚至去骂他 但是海外的收藏家和漫画迷 为得到崇拜大师的手笔 佛食出高价收购 之后日本人才醒过 理解漫画相关作品的潜在价值 古川凭着自己的眼光 看中了二手市场未成熟的机会 将曼达勒奇发展为上市企业 2021年的营业额达到96亿日 商品已不局限于漫画 还有同仁制、古董玩具、模型、figure idol商品、包罗万有 活过1960至1990年代的御责叔叔们 曼达勒奇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 以细细一间二手漫画店起家的曼达勒奇 可算是中野成为次文化圣地的一大功臣 中野白路会地面四层 有30家曼达勒奇 化身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二次元博物馆 日本人和海外游客 发现了心异的宝物便可以将它带回家 不过打开家门的时候 记紧在入自己的房间关门前 要避开家人的目光 如果没有预先撕走的价钱派 后果就不堪切上 中野白路会 靠曼达勒奇在1980年开业 爬出谷底成功翻身 这座大厦在1966年落成 最初是中野市民的希望 亦有过十年的风光故事 一般市民和游客进入里面购物的时候 只会去过地下一楼和地上四层的商场 没有人知道中野白路会 其实五楼至十楼是住宅 有251个单位 现在已经落成超过55年 带来伸宿超近的优良地段 55平方米两间房 连8平方米的大露台 六楼经翻身的单位 售价是4980万日圆 现在日圆会都破身低 喜欢动漫保密的朋友 现在可以在圣地上居住 不用错过 这座大厦在落成之前 出了中野站北口 走过商店街 就是一群木造住宅 当中有陆军大将 奶木稀典的物业 不能够通往祖道田通 现在最当红的IDOL组合 罗杰扎卡里面的奶木板 是一个地方名 取名自曾任台湾总督 赤福自尽的奶木稀典 公田庆三郎 看进1964年 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机 收购了这一大土地 曾去纽约见识过高级住宅 和商场的公田 希望兴建像纽约百老汇一样 创造大量人流 宣扬文化的据点 就设计了约上个物业的商场 商场和住宅混合的设计 在60年代是先驱 商店以高级时装店和餐厅为主 还获称为东洋第一购物中心 配合1966年 地下铁东西线通车 还有1969年 著名歌手泽田延二入住 中夜百老汇 真是像百老汇般风光 达到史上最高峰 可惜是以西异 踏入70年代 中央线圆线轮近地区 逐一发力开始发展 神宿、迪华、吉祥寺等地方 火车站可以直通或有上盖商场 例如有名牌商场Lumine 另外池代和涉谷等城市 亦都相计抬头 中夜在竞争中比不上竞敌 漸漸走上衰退之路 挨过了艰辛的70年代 曼达丽奇入住成为转裂店 以次文化新势力扭转局势 及人动静和各地的预测族到访尋寶 游客顺便光顺商店街的食店 令中夜站一带重拾生气 或者有很多人会直冲到商场里的动漫店铺 没有落过地下一楼 这里完全没有二次元商品 反而是一个家庭主婦的天堂 有鱼档、有药房、也有超级市场 曼达丽奇和其他动漫店铺 很多都是二楼和三楼开店 而且集中在商场的南面 莫非南面真的风水好些? 不知道风水正确定义是什么 不过南面在接近车站和商店街 人流比较多 或者这就是所谓的风水好 刚才提到曼达丽奇最粗的店铺面积 只有8平方米 这里隐藏了中夜百老汇 由衰落回复兴旺的一个原因 商场里的店铺经营模式比较特别 一般商场的铺位很多都是出租形式 商场由营运公司负责管理 控制商店的旅行 保持商场环境舒适 解决各种问题 不过这个商场铺位是出售的 买了铺位的业主 有些就是自己开店铺 有些就是再租给其他人 说到这里 类似的情况 在浅草和亚美横丁都有介绍过 原来中夜百老汇都是一样 有些业主将铺位细分再出租 超迷你店铺租金门栏较低 比小资本动漫商店有生存的空间 不单是曼德勒骑 还有机卖的格制精品店纷纷出现 充满个性小店成为了特色 在其它地方不容易找到类似的店铺 这里就为游客增添了寻宝的体验 2007年设立了商店街震慶联会 加强商场管理 提供多语言商店指南 免费WiFi网络 而2018年东径都公布建筑物抵兽地震诊断结果 如果遇上震度六强以上的地震 中野百老汇有可能会倒塌 只有各个业主团结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二次元圣地的盛世 究竟能否维持下去呢? 为何介绍中野要讲解中央线呢? 是否除了中野百老汇就没有其他话题呢? 不如先看看地图吧 以东中野为起点 一直向西面看 直北压的中央线向西微微偏南 冲出23区延伸至立川市的立川站 全长25公里为本州最长的直线路轨 可以与长29公里的北海道国道12号线相比 为何大都市核心地带可以兴建这么短的铁路呢? 怎样找都找不到确实的答案 JR中央线的前身是私形铁路甲武铁路 是1890年通车 甲即指甲飞国 即是现在山离远的甲府 而武就是指武藏国 即是现在的东京都 有份支援建设的人物 是和决定最初路轨轨距为窄轨1067mm的大灰重迅 当初预计接驳到甲府 但路线只是接驳到中途的白王子 决定连接新宿和白王子两个总站 之后就要决定具体的路线 这样要用什么理由来决定路线呢? 已经没有资料可以考究 但一般流传的是 最初铁路公司打算沿着甲州街道兴建铁路 但蒸汽火车头噴出大量客烟 会令沿线居民幻想肺病 亦对农作物和加速造成负面影响 而受到市民的反对 还有另一个计划是沿着青梅街道 但同样也遭到反对 甲府铁路的工程负责人 先食工生生生地拿出地图 在甲州街道和青梅街道之间 较少人居住的地区上 就这样就画了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就成为现在的路线 这个市民反对版本的说法 陷戏剧声广泛在日本铁路迷之间流传 不过当时连接新桥和横滨的铁路 已经通车了接近20年 市民对铁路的抗拒应该不大 而且完善居民了解通车后 会带动地区经济 例如完善日野附近的居民 就请愿希望兴建车站 另外当时测量技术上 负责人鲜石随意在地图上画线 也难以想像 这个版本的真确性有相确余地 还有另一个版本非常简单 就是负责轻建工程的铁道局 采用了最短的路线 不过这个说法欠缺浪漫 没有人接受 另外中夜站本身也有特别之处 究竟这个车站是在地面还是在架空的呢 或者你会觉得很奇怪 不如边看一看现在中夜站北后边讲解 现在的车站 在甲武铁路通车后40年的1928年 搬到这里 原本较近高原址 来现在车站100米的位置 当时车站的出口 只要南口 要去北面的话 就先在南口出站 要通过平交路才可以去到北面 极到不方便 相信不少人曾听闻过永远不开的平交道 直到2010年 中央线三鹰站至立川站之间有18个平交道 其中16个在早上上班上学的时段 1个小时内有40分钟是关闻的 不能过去对面 所以千万不要看少平交道的重要性 忍受了40年的不变 中夜站在1928年搬迁到现在的位置 为了避免把宝贵的人生浪败去等平交道 半千车站时就把旁边的土地挖低了 留有空间给人和车来往 所以车站到底是在地面还是在架空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过可以肯定 一个地方的繁明 还有人在背后付出 方便 并不是理所当然 看地图可以了解以前的人是如何生活 除了火车之外 中夜站附近遗留了前所未闻的事迹 看看火车站以北 区域所一帝的马路 明显和周围集乱的脈絡不同 整齐到不自然 这里曾经住了十万至三十万只狗 他们过着贵族级的生活 熟悉日本的观众 或者不少有听过日本人以前是不吃肉 相传是因为佛教影响 于七世纪就有肉食禁止令 造成那些人没有经常吃肉的习惯 尤其在江湖时代的元祿年代 大概是十七世纪末 第五代将军德川江吉 发出了另一个禁令 《生雷年吟令》 保护遭遗弃的儿童 病人、老人、医治其他动物 例如狗、猫、雀仔、鱼类等等 江湖最高权力者德川将军一家 在比较小动乱的江湖时代里 喜欢到处去打猎 例如之前介绍过的池代和杂斯谷一带 就是打猎的好去处 典籍《德川十纪》里 记载1640年至47年之间 第三代将军和家臣去中野打猎共有29次 不信息于度假打哥尔夫球的美国总统 第五代将军德川江吉 发出禁令后就没有去打猎 典籍里没有江吉去中野的记录 而且还在南口鸿叶山一带 开设了第一个九位 但很快已经不够地方 在北口车站前商店间一带 开设了二支位 中野四季之心公园 开设了三支位 警察大学舅子 开设了四支位 最后在南口0101百货以西 开设了五支位 面积合共有100公顷 收容了几万至30万只狗 从来没有看过 有1万只动物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狗粮和营运费 每年要用9万8千罐 即现在的120亿日 平均每日要用3千万日 简直是贵族富豪级的洒落 以440亿美元收购了Twitter的Elon Musk 不知道对保护动物有没有兴趣呢? 如果有时光机的话 要回到长期的赌源 告诉村民400年后 最后审判还未来临之外 还要迅速到中野 看看万狗围牢的壮观场面 在中野区役所旁边 可以找到1991年建立的狗铜像 纪念当时狗围的事迹 五只大狗看着图人经过 当时的狗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只刺娃娃和Toy Poodle 第五代将军刚吉过世后 后人立刻废除狗位和金领 第八代将军的吉宗已经恢复了大猎 那10万只狗下场是怎样呢? 附近居民接收了一部分 但实在太多养不完 有些狗就送去所宅和厚目的居民 让他们收留 养宠物当时真的要三思 究竟有没有能力照顾到最后一刻 回到火车站北口 向中野百路回行 通过直北辣长224米 左右两边开了110间店铺的商店街 你知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呢? 这里当然不是Bordray 抬高头看一看 店铺的招牌都有相同的设计 代表这里背后有统一的团体管理和营运 呈太阳爱营的招牌 是来自这里的名称 中野新摩商店街 现在若上盖 直通二次元圣地商场 在1975年翻身装修的时候 收集了居民的意见 而改了现在的名字 以太阳为造型的招牌 是在1998年装上去的 介绍城市的时候 必定要提及二战后的客市 有甲母铁路通过的中野也不例外 母平交道分隔的中野站南北口一带 聚集了超过100间客店 非常热闹 受到东京大空集洗礼后 重建家园和生活基本配套成为了优先任务 战后三年 动静到美观商店街制度实施 总共有31个地方获列入计划的对象 整理商店街极速重拾适日繁荣 东京都市计划伙长的石川荣耀 是计划的负责人 他宣传理念去提高市民对美观念 31个地方 里面包括池代、浅草、上野、高田马场、新桥、五反田、三千茶屋等地方 而中野北口的通道获得整理 蜕变成为中野北口美观商店街 即是今天的新摩商店街 当时有保留原有的店铺 例如老字号的时钟店Fujia 在明治34年 即1901年开张 已有120年历史 除了卖中之外 还买首饰 不过在2021年7月结业 近藤社长表示 零售方式已追不上时代 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人流激减 已经做不下去 趁这个机会结业 生招牌的大宗也无法保存下去 老字号结业当然令人伤感 如果没有遇上疫情 仍然可以经营下去 他平时做生意的收入 在哪里来 是一个迷团 而另外 也有老字号不断求生 不落后于时代 我这次去中夜的时候 在2022年1月 铺位已伸开了硬镜铺 成为了商店街 新陳代謝的一环 除了大家的新摩商店街之外 北口和南口遍布了一扎一扎 以食店为主的小型商店街 不可以不提 沿着新摩商店街 想走入中夜百老汇商场前 有一个很奇怪的景观 有一条打横又窄又长的小路 这里就像结界一样 分隔浮世和二次元圣地 结界的真正身份 是战后分隔俗世和美军的界线 这条小街名为白线通 日本黄色事业专家们 应该察觉是什么一回事 正式的史实有待资料考证 而白线通的白线 就是白线地带 相传这里曾经是少女们 非法在地上为美军 提供特别服务的食店区 长150米的白线通 地上真的有一条白线 两边又真的开门食店 人与人亲密的交流 浓密的时光 让宗野从前后重建过来 现在白线的另一面 少女偶像和二次元少女动漫角色 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这里的经济 也位置了千千万万的宅南门 以上两条商店街之外 南口北口还有十几条大大小小的商店街 今次没有足够时间逐一介绍 相信每条被细分各有名堂的商店街 就与白线通相同 食日有一段耐人尋美的故事 北口二饭街非常窄 或者这里是江湖时代九位里 搬运九粮的小通道 除了上夜的Hoppy喝酒小街 这里也可以感受到一常一般人喝酒的气氛 偶然找到一间称为绿蒸汽的居酒屋 这里一定是铁道迷的基地 铺头名的绿蒸汽是指蒸汽火车 对于以前的人来说 以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后来发明了蒸汽火车之后 为了与蒸汽船区分 火车就被人称为绿蒸汽 中夜还有不少入特色的地方 这一张会走远一点 通过中夜白路会 横过早到田通 向西武申宿线沼带方向行15分钟 找到一间写着营墓所作业制品的新式小建筑 在池代特册中介绍过 Sunshine 60大厦原子是巢鸭监狱 日本地方名其中一个特征就是 美好的地方名 背后往往隐藏着黑暗的过去 看看地图 这里是平和之深公园的一个角落头 100年以前 这里出现了一座监狱 1909年 市局监狱搬迁来到这里 名为封多摩监狱 在1957年 改名成为中野刑武所 当时用了五年时间去兴建监狱 由近代建筑大师后藤庆意设计 他曾跟随大师神野金吾学师 中野区在2020年买了这块地 监狱的正门在2021年 木中野区指定为有益文化财 这里是后藤现存唯一的作品 神野和后藤两司徒 因为1919年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而去世 在新冠肺炎疫情里 或者是一个好的机会 回顾两位大师和他们的作品 可惜我去的时候 已经围起了 做工程 不单不可以进去看 还看不清建筑物是怎样的 当时还以为是赶不及被人清拆 但相信是整理附近一带 工日后可以随便参观 一百年历史的红砖建筑 保存状态良好的已经不多 虽然这里是监狱的设施 但设计得很细致 外形和红砖的砌法都具特色 可见日本为现代化追赶欧美的热成 而且开始摆脱模仿 加入了独特的元素 或者日后有机会介绍招待的时候 看看可否近距离欣赏这座文物 专程来到新井一带 在回到火车站前 向东走十分钟 便会找到新井天神北野神社 神社里面有一座偶像 看到神社里面有偶像 再加上神社的名字有天神这个字 即代表这里是拜祭学民之神奸元祷真 京都的北野天满宫 复光的太宰府天满宫都是拜祭祂 西武新宿线的新井约斯前站 站名里的新井就是指这一带 十五世纪战国时代的时候 在这里画了一口井 所以就将这一带命名为新井 神社资料记载了 当时画了一口井在神社里面 到现在都可以用 不过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在哪里 估计应该不是公开可以参观的 新井和早代是留学山居住的热门地方 或者这段片会勾起不少往日的回忆 中野区最大的寺院是新井山药师梅兆苑 要留待日后有机会才介绍 沿着参拜道回到中野站 在片头提到2000年代起 IDOL经常开演唱会的中野新Plaza 和中野百老汇相见合璧 颠定次文化升地的领先地位 21层高的大厦 20楼是餐厅 16-19楼是酒店 其他楼层还有结婚仪式礼堂 又有收容2222人的音乐厅 适合憧憬成为顶级超红明星的IDOL们 开办演唱会 更上一层楼 中野拥入SunPlaza 在Live Entertainment大型活动上 压倒秋叶园 之前介绍秋叶园的时候 提及到日后会发展办公室 高楼大厦临立的商业区 而另一方面 中野也会遇到下一个时代关口 已经有50年历史的SunPlaza 在2014年宣布了将会重建 根据最新的资料 重建工程将会在2024年开始 预计在2028年完成 最不幸就是遇上疫情 在演唱会恢复可举办没多久之后 就要停止服务进行工程 看看2021年版的计划资料 中野将重建成为居现代化的城市 而SunPlaza的DNA得到继承 新建大厦Nakano Plaza City 由现在大厦的93米高 进化到200米高 即有40层楼高 高层是办公室 中层是住宅 低层是商场和酒店 而最重要的音乐厅会变成如何呢? 在最初计划中 打算加大收容人数到1万人 大中途遭到市民反对 提议修改计划的酒井殖人 在2018年当选成为新的区长 并将计划修正为保持现状的2千人规模 不过再看看2021年最新计划 音乐厅预计最多收容7千人 究竟中途发生了什么事? 真是耐人尋味 而最好的设计是什么? 当然没有人会猜到 著名会场的涉谷工会堂 在2015年关闭重建 在2019年以Line Creep 时背日之名重开 收容人数是1,956人 东京都里面超过3千人规模的会场 只有NHK Hall 7千这个数字 究竟事吉事空 几年后就有答案 在浅操特辑介绍过 Live Entertainment市场不断增长 最大的卖点就是可以提供 应目前不能得到的现场投入感 大胆投资未来 或者不是一件坏事 JR中野站亦有重建计划 1970年代落后了中央线其他车站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车站没有连接商场 这个地方发力的时机终于来临 2026年高五层的商场将会落成 工程已经进行得愈火愈逃 最后圣地总本山的中野白路会 已有近60年历史 何时重建 会继成次文化圣地的DNA 还是会改变路线 成为在哪里都会找到的商业大厦 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